再来看一看北京首钢园那里的情况 你好 佳伦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状况 好的 主持人 在我身后就是今年福贸会首次亮相的首钢国际会展中心 也是曾经这里的第一座大型的炼钢高炉 那么经过一番整体的改造后 钢铁高炉变身成了本届福贸会的一号管重磅的亮相了 释放了三万多平米的建筑面积用于会展 此外大家可以看到此刻福贸会的视觉图像 正在一块700多平米的裸眼3D大屏上正在循环的播放 因此今年在这里工业风和福贸会再次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升级的4.0版本的首钢园 14座现代化展馆增加了本次福贸会的展览面积 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贸易前沿成果展示 此外我们也知道工业厂房就冒换新颜 不仅是这里的厂房的更新迭代 也见证了今年福贸会的一些亮点和特色 不同于国家会议中心设置的综合展 这里的14个展厅分别聚焦在了文旅 体育 金融服务等等 还有供应链这9个细分专题展 通过今天上午的一系列走访 我也给大家梳理出了几个关键字 首先是一个新字 今年的福贸会同样聚焦在新制生产力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少前沿的新技术新场景被搬进了现场 比如说近两年大火的旅游业 在这里在今年的福贸会现场可以告诉你未来的旅游是什么样 裸眼3D技术打造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我们可以人在家中坐 仅从身边过 那么未来的出行体验又如何呢 无人车自动驾驶也被搬进了会场 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打卡这一领域的新成果 而第二个关键字就是专 大数据和算力 零碳 低碳等等专精特新的技术应用涌现在了现场 五天会期里将有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现场的成果发布 人工智能 骨科手术机器人 元宇宙融合应用等新成果将在这里与观众见面 最后一份观展的攻略送给大家 9月15号到16号两天是今年福贸会的公众开放日 普通观众也可以走进手钢园 感受服务贸易的最前沿 那么我和同事也将会继续地深入热门的展区 走进热点的展台 为大家带来2024年福贸会的最新消息 好的 主持人 那我在手钢会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高雁和马嘉伦从前方带来的报道